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调查显示 今年纽约两成的国人在繁忙时段 选择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出行 高于2016年的14% 为了鼓励国人减少用车 政府今年在六个路段进行道路改造工程 扩大行人道和脚踏车道 接下来也会进一步的改造其他的道路 一起来看记者图建强的报道 位于达曼玉郎购物中心和巴沙及小贩中心之间的路段 这个月中展开道路改造工程 接下来不再让汽车通过 改成只供行人和脚踏车骑士使用的通道 我们也会同时搭建有盖走廊 提供无障碍通行设施 我们同时也积极征求了当地居民的意见 虽然小部分的车辆需要绕道而行 但所有的行人都能够享受一个更加安全 更加舒适的步行环境 比较安全 有安全感 你拿到东方来看 没有车你就过 如果有车紧张要跌得怎么样 驾车应不大 应该是习惯就自然了 你也是有预盖啊 当然好 不用下雨啊 可以这边过去那边那边又过来这边 OK啊 位于蔡塑港台的大约80米长车道 也在上个星期开始为期一年的改造工程 转换成宽阔的人行道 当局表示选择改造路段的考量 包括人流密集度 靠近邻里中心和地铁站 也会考虑居民的反馈 当局已经在全岛各市镇 锁定60多个地段进行道路改造工程 今年完成了四个地点的工程 另外两个正在进行中 接下来计划在西安路一带 启动改造工程 好